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关哈里王子和梅根婚姻状况的报道越来越多。 一些王室密友表示,如果这些报道属实,那么王室可能会陷入困境,因为要让一个离过婚或分过手的哈里重返英国,并找到工作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但这些人也强调说,目前所有关于夫妻俩关系不好的传闻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威廉的一位朋友表示,威廉和凯特开始就对这段婚姻有不少保留,就是因为他们担心梅根不是哈里的最佳选择。 但现在输了这盘棋,威廉和王室其他人都只希望哈里的婚姻最终能成功。 如果哈里返回英国,还要为他找份工作,这将是一场噩梦。 查尔斯国王的一位朋友也表示,这段婚姻必须成功。 这不是查尔斯国王说哈里自己选的路,就得自食其果。 这是一位父亲想要他深爱的儿子快乐,和他的妻子孩子在一起。 这些报道本来就毫无根据,我不认为真的有人严重担心他们离婚的可能。 据悉,哈里王子婚姻出现问题的传言,首先出现在有报道称哈里王子偶尔在家外过夜,住在洛杉矶之名的盛维森特新月度嫁屋的时候。 这些传言被哈里母亲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的前管家保罗·伯雷尔助长,他在这笔新闻的采访中说,我是唯一一个在英国,认为哈里王子终于看到真相的人吗? 他终于看到了他的妻子到底在做什么,他一直被他的美貌所蒙蔽和迷惑着。 大家都知道这点,但他似乎没有看到。 后来,伯雷尔在2003年出版回忆录《王室职责》后,威廉和哈里切断了与他的关系。 威廉和哈里罕见地一起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谴责这本书是一次冷酷和公开的背叛。 著名王室作者柯林·坎贝尔女伯爵则表示,他从五个可靠的消息来源那里听说,几个月前哈里找律师了。 除此之外,梅根错过了丈夫宣传回忆录的时候,这也加剧了大家对他们之间距离越来越远的担忧。 当两人终于一起出现在一场纽约的颁奖典礼上时,据称他们处在一场车辆追逐戏剧性的危险之中,然而这次亮相却被人们忽视了。 但是,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佩特·洛内拉,怀亚特本周在文章中表示,他相信这对夫妇永远不会分手。 他们在这种危机中的坚定站稳脚跟的态度值得崇敬,他们不需要妥协,对于那些大声唤出质疑的人,他们也无需耐心回答。 他们已经面对了所有合理人类可以做出的各种攻击,但他们几乎没有退却一步。 曾经是哈里朋友的一位人士也表示,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过于开放的哈里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你不禁想到他将来是否会感到妈呀,我都做了什么。 但好的方面是,截至目前,我听到的所有报道都显示他,非常喜欢他的住在加州的生活方式。 长期以来都如此吧。 一位脱口秀主持人杰利米·凯尔对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做出预言, 这对夫妇在五年内将会分道扬镳为这段被世界关注的婚姻做出唯一的答案。 失去王室头衔光环的哈里王子夫妇以报王室隐私为赚钱事业, 虽然传言中没跟进军好莱坞以及重启的Tig,但并未收到乐见其成。 此次哈里王子又将反映出庭伦敦高院作证, 作为130年以来首位出庭作证的王室高级成员, 他或许会让他与王室原本紧张的关系持续紧张。 他的父亲查尔斯三世将独自出访罗马尼亚, 或将持续在那个地方休整和放松一下, 他的哥哥威廉王子也待他熟视无睹, 这位孤独的王子即使回到家里, 亦无人为他欣喜一点半点。 梅根被曝多次发现独自外出参加派对, 记者佩特内拉,怀亚特在他的推特上写道, 他的朋友就住在哈里梅根家的附近, 最近他总是在加州奢华聚会的派对上看见梅根, 但奇怪的是,梅根总是把哈里留在家里。 这位记者还透露, 梅根与一位美国富翁成为了朋友, 据说这位富翁的财富甚至超过温莎家族。 前王室管家保罗是戴安娜王妃多年的朋友, 他称哈里王子是他看着长大的, 他曾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哈里王子已看清梅根的真面目, 并预测哈里最终会回到英国。 他称戴安娜有留下一信, 他希望看见哈里王子辅佐威廉王子, 稳定王室并持续向前发展。 虽然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之间似乎已有裂痕, 但哈里王子依然欲坚持 尽到一位丈夫以及父亲的责任, 或许他不会选择离婚, 但他会回到英国。 据一位王室专家还爆料出, 当初他们离开王室, 实现经济自由已成为甜蜜幻想。 福布斯称, 哈里王子已实现财富逆袭, 尽管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被王室切断了经济来源。 但这对夫妇仍然拥有一亿美元的净资产。 他们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 没跟抱怨哈里王子的家人 没有给予足够的经济制裁, 就连安保也被王室撤退, 他们不得不为了自身安保支付巨额的安保费用。 《泰晤士报》报道, 他们的财富固定资产,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买的豪宅价值飙升, 来自戴安娜与伊丽莎白王太后一流给他们的巨额遗产, 以及网络电影与娱乐的巨额交易。 梅根与网菲签约的影视合作的金额高达1.5亿美元, 合作的内容包括纪录片, 儿童节目, 脚本剧和故事片, 并称他们将会重点创意在鼓舞人心的家庭节目中, 既有启发又能带来希望的内容, 这源自奥巴马的经验传授。 当年奥巴马离开白宫后, 他们通过出售自赚的版权和建立自己的公司, 狠狠赚了一笔钱。 他们的公司也与网菲在2018达成一笔丰厚的交易, 报酬为5000万, 然则哈里梅根由于特殊的地位, 他们与网菲合作的报价至少是奥巴马的三倍。 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他们又给了民众一个惊喜, 他们与生田、音乐平台达成了3000万英镑的合作。 对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来说, 离开王室,投身上海, 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是他们脱离王室的宏伟目标。 三年过去了, 虽然他们的支出金额巨大, 包括孩子的教育费, 安保支出以及房产按揭, 但福布斯, 最近帮他俩算了一笔账, 认为夫妇俩实际净资产至少1亿美元, 他们财富逆袭已成功。 梅根马克尔身上的珠宝价值超过30万英镑, 包括他价值27.1万英镑的订婚戒指。 1.2万英镑的结婚耳环和戴安娜王妃的价值17800英镑的卡蒂亚手表, 梅根收藏的珠宝至少价值70万美元, 这一连串的数字让人瞠目皆舍。 这对夫妇表示, 他们退出王室是为了实现经济自由。 他们与王妃他们正在让有趣的话题变成受害者的意识, 关于这个老旧的故事, 他们像复读机一样, 其内容已失去心意, 闭嘴吧, 媒体建议哈里不要过度曝光, 只有保持一定的新奇感, 人气才会上升。 英国王室有钱, 280亿美元将会被威廉王子独占, 温莎家族经过几百年的积累, 王室拥有19万1000英亩的农村土地, 价值超过12亿美元的康沃尔公国和估值9亿美元的 兰开斯特公爵领地, 还有来自内税人9940万美元的年底主动赠款, 这些大部分将由威廉王子继承, 作为王室旁之, 又脱离王室的哈里王子将一无所获, 其分配权已尘埃落定, 现在大部分王室财产已开始慢慢转给威廉。 哈里王子这时哭穷, 称入不敷出, 是不是诱惑希望从王室奋一杯羹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